泡面里面用来调味的这个胡椒粉 竟然也会变成人犯脱逃的武器 在去年犯下道士强盗案的三名人犯 昨天在借题出庭结束之后 其中一个黄姓人犯 居然就拿出了一大包的胡椒粉狂洒 呛得罚警鼻涕眼泪直流想要脱逃 但是最后还是被检察官给抓住 另外一名卖姓嫌犯他也被查出 口袋里面还有更大包的胡椒粉末 法庭上的桌子全都洒满了胡椒粉末 仔细一看还有绿色的葱花 当时嫌犯就是带着这么一大包的胡椒粉 企图逃脱 他用手那边直接就从这边脱了 他一用就往前冲了 18号上午三名犯下强盗案的人犯 在第四法庭开庭结束后 黄姓人犯就突然从上衣口袋 拿出胡椒粉狂洒 趁着法庭内粉末飞天 他一脚踩上证人席想逃出 被检察官从后方一把抓住 有两名被告 其中一名被告没有撒胡椒粉的被告 他事实上身上也有搭胡椒粉 他们工程是在高雄监狱的厕所拿到的 胡椒粉疑似是泡面用的调味料 但估计有数十包的数量 怎么会没发现 法庭会给他轻轻的 用拍打的方式说声 那至于他有可能藏在裤裆呢 三名人犯在去年犯下盗事强盗案 各被判处20年以上的徒刑 其中黄姓及麦姓人犯 有强烈的脱逃动机 但从监狱出来到法院的拘留室 一共两次收身 都没发现 而人犯究竟从哪取得胡椒粉 检方还要调查